缘由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听到 我们现在是处于新业时代 那么我们得救 不是靠行律法 乃是靠行恩典 不是行恩典 靠着神的恩典 那这一句话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呢我们人有一个作点 或者说我们人有个特性 就是当我们 要 选择事情的时候 或者听到一些新的指导的时候 我们会有点 偏激的一种倾向 就是交往过正 或者说我们会偏激一点 刚才 在造传道祷告的时候提到圣经里面的应许 神 会帮助我们 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 你会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自是正路 要走在其中 其实这句话非常宝贵 有两个层次 就是说当我们在选到了十字路口 要选择是向左 还是向右的时候 我们要祈求神 圣灵会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 是要向左边转呢 还是向右边转 这是第一层的意思 其实还可以引申 更加高一点的层次 就是说 当我们在 调节 或者在选择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左右 当中要 找出一个正确的方向的时候 同样也是要寻求神 圣灵的帮助 帮助我们在 不要太过左 也不要太过右 而是正路行在其中 所以弟兄姊妹 这句话非常宝贵 换句话说 就是说 我们在大事小事 大方向 或者在微小的事情上的选择 我们都是要 祈求圣灵的 开导 祂会帮助我们 知道是 这个对了 这是 今天我们 传信息的 重点 其实 圣经本身 已经非常清楚的 肯定 旧约圣经的重要 在圣经里面 讲的 圣经 其实呢 就是 主要 是指 旧约的圣经 但是有时候 也会提到 当时 新业里面 已经成书的 使徒们 所写的圣经 而对我们今天 基督徒来讲 其实 圣经 这句话 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包括 佛旧约圣经 和新业圣经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去注意 如果你去注意圣经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新版的圣经会不会这样写 以前我记得印象很深的 在圣经的书背 新旧业 全书 完全的全 所以 关键话说里面有旧业 有新业 两部分合在一起 才是 完全的 才是全备的 所以新旧业 全书 就提醒我们 说 我们 不要 忽略了 旧业 我再说 旧业的 献祭 旧业的很多条规 现在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 所以我们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就不必在守 这些条文 这些献祭的仪式 但是 旧业圣经里面所包含的 道德 或者说 旧业圣经所包含的 神的教训 的原则 我们仍然要坚守 我记得很深的 我从小到大 我们的母会 每次我们教礼拜堂 我们两边 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书法非常好的 所以他在左右边 我还记得 右边是实践 左边是主导文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 虽然 我们是新业时代 但是旧业里面所颁布的 神的实践 里面的经义 我们还是要遵守的 所以美国以前 现在已经是 可能很多条例的改变 美国已经渐渐离开了 见过的时候那种敬虔 以前那个法庭也好 学校也好 学校也好 他们都是把实践放在 那地方的 作为根基 作为我们 律法的 一个依据 所以我们要记得 旧业圣经里面的经义 我们还是要守 我们还是要守 但是条文的 遗事方面的 我们就不必守 那 以下有几节圣经 所以你们读的时候注意 那么以下这个罗马书是新业圣经 那罗马书所说的清清楚楚告诉我们 我们要注重 我们要注重旧业 因为他说 罗马书15章4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 就是指旧业 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 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 得着盼望 那 提摩太后书 也是新业 但是他里面讲的圣经 是指旧业圣经 也包括当时以成书的 其他使徒的一些教导 他说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训 督子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意的 你知道我上面黄颜色的那个 诸括号吗 那是根据 英文的翻译 我们说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 其实英文是说 所有的圣经 换句话说就是说 新业圣经 旧业圣经 都是 神所默示的 教属神的人 得以完全 亦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么圣经 也提醒我们 不要停留在字面上 而是要深入去了解 经文所含的经义 主要这个 经义 哥林多后书 三章六节 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 经义 是叫人活 那么 在旧业圣经里面 他没有像我们现在英文的 大写小写 那么经文现在新业圣经 英文我们知道 如果是死圣灵的话 就是一个大写S字 如果是指平常人的灵的话 或者精神 是用小的S 那么 因为原文 没有这样大小之分 但是翻译的人 根据他们的 观点 有时候他们就会 把它放成一个S 大写的 圣灵 但没关系 主要 就算是你要了解他的经义 他经义也是需要圣灵的开启 圣灵的教导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不要注重字面 乃是要注重里面的 意思是什么 这好像说我以前曾经提过的 犹太人 或者圣经时代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用的词句的方式 和我们现在有点不同 就像我们刚来美国 我以前曾经提过 我说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有美国人有句话呢 他们没有错了 是我们这些 对英文还不熟悉的人听起来 很不习惯的 比方说 我们问小孩子说 你喜欢吃喝茶 还是喝牛奶 他们的回答很多时候是什么 I don't care 他们 一点也没有不礼貌 一点也没有说不领情 他们也是欣赏我们的好意 欣赏我们的招待 他的I don't care 意思说 我不挑剔 我不介意 就是说 你给我 咖啡也好 牛奶也好 茶也好 我都不会挑剔 我不介意 但是在我的了解 我不敢说我们 因为可能有的人 没有像我这样的 在我的了解的话 I don't care 就是我 我不注重这个事情 我才不 没关系 没关系还好一点 就说 I don't care 就说 其实好像不礼貌 就说我根本就 不把它当回事 I don't care 其实他们的意思完全没有 只是我们的理解 我的理解 是有点偏差的 我就正与他们 不欣赏 不看重 I don't care 不是 他的意思说 我不挑剔 那圣经里面说的 你要爱 若有人 爱我 圣经里面有说 你们要恨你们的父母 要爱我 是吧 那圣经里面的爱和恨呢 不表示真的是恨 而是 prefer 就是说 我喜欢这个 过于 哪个 如果说 你要茶还是 咖啡 我要 咖啡 然后他们那时候说话什么呢 就是说 我爱咖啡 我恨牛奶 怎么恨牛奶呢 意思说 我选择咖啡 过于选择牛奶 所以圣经 我的意思说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要注意 当时人说话的意思是什么 还有 文字上的意思 和 这个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有时候这里说的 字迹叫人死 金益叫人活 意思说如果你死守自记的话呢 很死就死板刻板 那你懂得他的经意 你就很灵活 顺便提提一个事情 有一个人呢 很注重四字的这个意思 但是他有时候忽略了 一些字里面的含义 一个人到乡下去 遇到一条河 然后他就问当地人说 那怎么样情形 你们怎么样过去啊 那么那边当地人说 就跳过去嘛 就跳过去嘛 他就跳过去了 结果呢 跳不过 就跌到河里面去了 他就怪那些人 说你们为什么告诉我 说跳过去呢 他那不是跳过去 我们都是跳过去了 那你示范给我啊 那那些人示范给他们 那我跳过去了 他们跳是跌过去 一个脚就跌过去 但是那个 城市人呢就很注意这个字 他那个是跌 但是你刚才告诉我是跳过去 他是两个脚齐齐地这样跳 所以跳不过去 我这个当然是有点极端 但是也是个很好的例子 你太注重这个字的意思 却不了解当时人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们读圣经也是要注意 有时候圣经的经意是这样 你就不要死守自举 OK 那么 注意啊 以下我要讲的比较复杂 但是你要听清楚 今天我们信息 是借助 听好啊 借助 默想 耶稣 对旧业的态度 就是这件事情 还有我们要默想 耶稣怎么样 默想圣经 明白吧 我们默想耶稣怎么样 对旧业 那么耶稣对旧的态度呢 耶稣本身 也是在默想 所以我们是默想人 两件事情 借助 默想耶稣 对旧的态度 和借助默想 耶稣的默想 我们就来认识 修业的重要 还有 默想的重要 这个是双重 双重里面的双重 所以呢 因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诗篇 一共 多少比150篇嘛 诗篇第一篇 就告诉我们了 说什么 我们要常常 默想神话 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就是默想 智人 变为有福 所以 默想圣经 默想的方法 是几乎我们每天 读圣经的时候 都要 应用的 我以前已经有一篇道 信息专门讲 默想主道 是不是 但是因为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还要 重复 一些的重点 请大家不要记得很啰嗦 注意 再重复 再重复 让这个方法 生硬在我们脑里面 每天读圣经的时候 要记住 这个默想的原则 我告诉你 我们曾经在上次信息里面 我们提到 圣灵引导 耶稣 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三方面的试探 三次的试探 耶稣 都是 每次 都是用圣经 的话 当时的耶稣 用的圣经的话 都是旧约 圣经 而 耶稣 受了这些 受了试探之后 耶稣就开始来传道 那么圣经里面 第一篇 记录下来的 耶稣的讲道 就是登山宝训 就马太徽 五六七章 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 耶稣也非常清楚的 肯定了 就业的重要性 耶稣说什么呢 他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来 要废掉律法的先知 注意啊 我刚才讲过 耶稣成全的救恩 所以律法的 条规 献祭的仪式 我们可以不走了 但是耶稣提醒我们 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 不是废掉这个 旧约的教导 而是成全了 因为耶稣成全了 所以我们就不必守条规 但是 律法的经义 我们还是要行的 耶稣说什么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一点一窝 也不能废弃 直到一切都实现 这个一点一窝呢 当然我们理解 就是说 任何字句 都不会改变 当然这个是基于圣经里面 这个希巴来文呢 他的这个母 他指音 母音就在下面 一脸 或者一花 有这样的母音 在里面 总的意思就是说 圣经 不能够修改 全部要实现 有的是 有的是耶稣已经替我们完成了 那我们应做 信靠耶稣 我们接受了耶稣 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不守他的条规 但是我们 还是 尊重 我们还是感谢 耶稣 所成就的 神的教导 律法和先知 在圣经里面 可以说是代表 或者 对圣经的总称 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讲 律法和先知 就是旧约圣经 那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呢 开始的时候就说到刚才的 说 天地改变 圣经不改变 但是 奇妙的 就是在之后 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 有五次 圣经记载了 有五次 记载了以下的话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说 你们听过有或说 就是指旧业 是怎么讲 但是我告诉你们 明白吗 有五次 是 耶稣讲过 你们听见旧约圣经 这样说 但是 我告诉你们 那么我们提到 但是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印象呢 就想到说 是相反的 这个是这样 但是 就是 相反的 其实 耶稣说的 耶稣说的这个 听见的 就是旧约 所以我们听起来 好像是 是耶稣反对旧约 所以告诉你们 弟兄 圣经 圣经到底意思是什么呢 当我们碰到 圣经里面 似乎有相冲的 经文的时候 或者似乎和我们所领受的 一向来的教导 有差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的怀疑当中 我们可以不明白 好像不明白 好像相冲 我们可以说好像 似乎 但是我们心里面要确定 圣经 不会错了 圣经不会前后矛盾 我们第一就是什么 首先要祈求圣灵的帮助 真的 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 就是祷告 圣灵啊 我读到这段圣经 或者我听到这样的教导 好像和我一向的 观点 好像和我以前读的经文 不相配 或者甚至相冲的 求你开我的眼睛 就像诗篇 119篇说的 求你开我的眼睛 这样我看出你立法中的奇妙 奇妙比奇怪更好啊 有时候我们说很奇怪 不是奇怪 是奇妙 他有妙之处 奇妙 那为什么要求圣灵呢 这是耶稣的 给我们的 指示 当耶稣 当耶稣快要离开门徒 要去受纳 以后升天离开他们 以前 耶稣就 事先 告诉他们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有好些事情 本来想告诉 告诉你们 但是现在 你们担当不了 当然 意思是说 你不能够领会 告诉你们 你们不明白 耶稣说什么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 你们明白 或者说 进入 一切的真理 你不明白 你怎么去实践呢 但是你真正的 明白就是要借助你去实行 你就会明白 所以耶稣说 真理的圣灵 会教导 明白 那圣经也教导我们 默想圣经 会带给我们 恩福 刚才我提到的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就是默想 智人 变为永福 神的话一定会引导我们 但是呢 神话引导我们的 先界条件 就是说 我们要 把圣经里面的 含义 把它解开 解开就是解释 把他 让弟兄姊妹 让我们更明白 诗篇 119篇 130节 他说什么 你的话 一开起 就发出亮光 使到一蒙人 通道 有些教会 我们听到一些长老 一些人在祷告 主啊 求你释放你的信息 那有的人听了以后 就觉得 很不舒服 或者 不明白 有的人就反对 他的意思说 神的道从来没有被捆绑 为什么释放呢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两方面 都是在 持续方面的 不够了解 反感的人 就把释放 想到被捆绑以后 把它开始放 但是 祷告的人说 主啊 求你释放你的信息 他的识 是解释的识 所以解开了 就发出亮光 那如果我们避免这些引起不愉快的反应的话 也许我们就讲清楚一点 就不要说释放 主啊 求你圣灵 解释清楚 帮助我们 能够明白圣经的奥妙 那这样的话 就不会使到你在祷告的时候 有人在那边反感反感 那这样就不同心了嘛 所以我们尽量有时候用词句 也尽量减少 会使到人家反感 或者更加疑惑的事情 你就不要说释放信息嘛 你就说主啊 你解开 让我们明白 那就好了 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说 解开 让 遗蒙人通道 这里的遗蒙呢 圣经的翻译呢 不是指很笨的人 不是 是遗痣 就是说他的这个人 很痣的 或者说比较刻板一点的 所以 求圣灵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是很专注 或者很挑剔 很死守自欺的话 那求圣灵 给我们新的亮光 让我们 被圣灵感动 比较 灵活一点 去理解 圣经的意思 哎呀 这幅图画很好 那圣经一解开呢 就发出亮光 还有发出花朵 水果 一大堆好东西 就出来了 真的 你这些读圣经的话 你真的有时候 什么 我们中国人说到 会有 暗暗教杰 哎呀 非常奇妙 非常奇妙 所以圣经说 我要默想你的训词 要看重你的道理 默想 本身呢 就是我们理解 圣经 还有把圣经记在脑中 存在心中 的一个 重要的途径 所以呢 我们要 以下要简单的 复习一下 默想的方法 和重要性 OK 默想的重要特点就是什么 反复思想 我以前提过了 圣经里面 玛利亚有个长处 你去看 几处的经文 当他听到先知 论到耶稣的话 当他听到先知 听到天使 对他说的话 他就怎么样 反 反复思想 要知道字化 是什么意思 那么 以下是新约 这个原文专家 所说的 什么是默想 他反复思想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是比较 比较学书性的说法 将各种相关的情况 事件 因素 都做来考量 再分析 就说 当你 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想到说 圣经里面 和这个有关系的哪些经文 把它拿出来 比较一下 来参考 这样的话 你就会 比较容易了解 那以下呢 是我用 是我写的 比较详细的述说 什么是默想呢 就说 从联想 相似的 类似的 或者相反的 或者相关的经文 找出重要的信息 或者从某个课题 联想到有关的 几节经文 刚才是 不同的圣经 有关的圣经 把它喝起来 那么 出现 有时候 不是经文了 你讲个题目 讲到金钱 你就把 圣经里面 关于金钱的 财务的 经文 都拿出来 把它 平列 来比较 那么在文中呢 去 看他的字词 找出其中的妙处 还有信息 还有呢 你从各方面 各方面 透过不同的角度 方面可以指 比方说 灵性方面 物质方面 品根方面 行为方面 等等 角度呢 可以说 从 主人的角度 从仆人的角度 从男人的角度 从女人的角度 就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面 来看 还有呢 用灵性的洞察力 就是求圣灵了 不是他凭自己的思想 心里默默地说 圣灵啊 教导我 我用属灵的眼光 来观察 来联想 来推理 推理就是揣摩 知道吗揣摩 推敲 是推呢 还是敲呢 这个在哪个字就比较好 还有呢 你这样推敲 这样比较 这样想象 有个危险 就怕我们 天马行空乱来一场 离题万丈 不行的 我们一直要记住 圣经一贯的真理 就说圣经 一贯的真理 为准则 要符合 如果不符合的话 我们就很留意了 对准 一贯的真理 还有顺着 经训的创造 书 我以前有提过 我们中文说 创诸圣经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特别是 圣经注释书 他常常会创 就说这些圣经 他下面就很多经文告诉你说 和这些圣经的 你可以去查考 这些这些圣经 那么从这些圣经呢 你就找出 他的相同之处 或者相反之处 你就能够获得 神的 信心 这是讲到 默想的重点 方法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 我们不是去 重点 不去解释说 也是说 你们听见话 像说 但是我告诉 你们是什么 那以后有机会 我会讲 但今天呢 我们因为要借助耶稣的默想 所以我就举出三段圣经 就 显示给我们大家看 耶稣怎么样 默想圣经 耶稣怎么样去默想一段圣经 找出一个答案来 那我们 也从中学习 耶稣从旧位圣经里面 找出 圣经的 一个重要教训 好 第一个 耶稣的教训是什么 讲到 神喜爱联礼 过于喜爱济世 我再重复说 这些圣经呢 有时候他说 等下你们又发现 经文里面说 我爱这个 不爱那个 并不是说 不爱那个 而是说 我喜爱这个 过于喜爱那个 所以下面的经文 耶稣总结起来一个 重要的真理 就是说 神喜爱我们 怜悯 过于喜爱你的 奉献 你的祭祀 你的师父 还有 安息者 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者 设立的 弟兄姊妹 这是 耶稣得出的一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 这两个重点 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 非常重要的 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 当你有听到不同的观点的时候 请你记住 请你记住 这两个原则 好 那你读读以下经文 耶稣在什么情形之下 耶稣怎么样去解释 这种情形 得到这个结论 就是耶稣 默想圣经的 方法 马太福音12章第1节 开始 那时 耶稣在安息日 从麦田经过 他的门徒 饿了 就摘麦穗来吃 注意啊 门徒饿了 法利塞人看见就对耶稣说 看啊你的门徒 在安息日 做 不合法的事 就说安息者 不可以吧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 耶路撒冷 去以色列的话 你会发现一些事情 但是最好提醒你们 你们不要像他们 他们的确是 有时候所立法所过度 他们在安息的时候 他们在安息的时候 电梯 是每一个 层 就自动停下来 自动开门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犹太 教徒 他们死守 律法 安息着 不可以做事情 连按电梯 按几层楼 这个也不可以 所以他的电梯是自动的 每一个层 他就自动停 自动开门 自动关门 你去那边可能你会说 哎呀 这样可笑 但是不要笑他们 我们可以说 哎呀 他们 第一切 不了解圣经意思 他们好苦啊 苦到这个程度 所以他们说 法利塞人看见耶稣门徒 安息着 在麦田里面 掐了这个麦穗来吃 他们说 犯法 不对的 那么耶稣对他们怎么讲 那耶稣就是用圣经嘛 耶稣想到旧的圣经 有一段这样情形 相似的情形 人饿了 怎么样 耶稣就 告诉他们 耶稣对他们说 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的时候 所做的事 你们没有念过吗 大卫是喝神心意的 大卫是犹太人所 尊敬的 一个王呢 他怎么样进了神的居所 吃了供饼呢 就是橙色饼 圣殿里面不是有饼吗 这饼 是他和跟从他的人 不可以吃的 唯独祭司 才可以吃的 就照旧业的圣经的话 照旧业条规的话 圣殿里面的橙色饼 不是 不是人 平常的人可以吃的 只有祭司 才可以吃的 在此 立法上所记的 在安息日 祭司在圣殿里 饭的安息日 也不算有罪 你们没有念过吗 耶稣的意思是说 根据旧业条规 圣殿 礼殿 橙色饼 除了祭司 没有人可以吃 还有 旧业圣经里面有例外的 特别的情形 就说 就算 祭司在安息日里面 他做了事情 违背安息日的 他也没有罪 换句话说 耶稣要告诉他们 有些 变通的 有些是可以灵化的 那么耶稣就告诉他 我告诉你们 比圣殿更大的在这里 意思说 我比圣殿更大 我就是神啊 我是定律法的 我知道律法的精意是什么 我说可以的就可以 我说不可以的就不可以 他说 我喜爱怜悯 不喜爱祭司 你们做明白 字号的意思 就不将无罪的 当作有罪 因为人子 是安息者的主 注意下面一句话 又对他们说 安息者 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 安息者设立的 这是耶稣讲过的 一件事情 神喜爱怜悯 不喜爱祭司 我顺便提 早期基督教会里面 有一个通例 因为 我们 认为 自杀 是错的 当然是错的 自杀是错的 但是 当时的教会呢 把这个事情呢 守的 有点极端 就是说 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 教会 不替他主持 葬礼 不替他主持 安息礼拜 因为他说 如果我们替他主持 安息礼拜 我们就 和他们 罪上有份 那么我们 当然我们 也不要苛刻 去批评 当时的教会 这样规定 因为他的目的 就是要告诉 弟兄姊妹 不可以自杀 自杀是违背主旨意的 到这里为止 不会错 是对的 但是他们就 过分了 在这方面 当一个家庭有人自杀的时候 他们是不是很痛苦 一定很痛苦了嘛 他们要要求教会帮助的时候 教会说 不行 他是自杀的 所以我不替他主持 安息礼拜 我也不替他主持 上的 这样的话 就是 使到这个家庭 口中 在口 有点落实 下井落实一样 我不是自夸 我很早我就知道了 这样行 不会合神的旨意 当然我同意 不可以自杀 自杀不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也理解 当个人自杀的时候 他如果不是苦到神经失常了 失去理智了 他絶对不会自杀 他就是苦到 没办法 他头脑已经失去 这个正确的判断 再加上他家人也是很苦的 看到你的情形 所以我很早很早 我有碰到这个情形的话 如果家属来 请我的话 我都为他们 起行安心 他就是苦到辩论 所以 耶稣给他们一个观点 就是说 你要怜悯人 同情人 有时候一个人在极端痛苦当中的时候 你就要 有一个怜悯的心 当然地教姊妹 我不是告诉大家 可以放心 不守圣经 圣经的原则 还是要守 但是 当两个 事情 要结断的时候 求圣灵 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 妥当的 方式 来处理 我再说 这不是给我们一个准治 可以随便违背圣经 要非常敬畏神的情况之下 非常诚恳的 受圣灵光照 醒叉你的动机 我的动机不是怕人 不是为了钱财 不是为了名望 我动机 是为了 要 设行神所说的 爱人如己的交代 好 第二点 有点不同 但是 也有相似之处 在安息日 行善事 是合法的 那么 以下的经文是这样 耶稣离开那地方 进了犹太人的会堂 那里有一个 手围缩了的人 有人为了要控告 耶稣 就问他说 安息日治病 合不合法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 谁有一只羊 在安息日 吊在坑里 不抓住他 把他拉上来呢 人 比羊 贵重的多了 所以 在安息日 做善事 是合法的 以示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 复原了 和另一只 一样 这讲到 安息日 做善事 是好的 犹太人就说 安息日 神说不可以做事 所以连 医病 他们都认为 犯法 不合法 所以耶稣也是用默想的方法 怎么样告诉他们 你们看到 这样事情 你们有羊掉到 井里面了 坑里面的 你们会把他拉上来 人比羊更要紧啊 你会怜悯羊 你不怜悯人吗 所以耶稣说 安息日可以治病 安息日做好事 是可以的 明白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当然 尽量安息日 不要做工 但是如果你是医生 如果你是护士 你可以说安息日我不上班吗 不行啊 有时候安息日 病人还需要照顾啊 病人还需要医生啊 我以前也讲过嘛 我们到礼拜堂聚会要走时 不可以知道 这是你对神的尊敬 但是 注意啊 你不要拿耶稣 我说的来借口 但是如果有一天你开吃来 半路遇到一个人 有祭祀 你需要停下来帮助他 甚至你需要送他到医院 那你去帮助他送他的医院 那这段时间 就知道你不能够准时出息礼拜 我认为 如果你是因为去帮助人 你是因为去救人 而迟到 甚至那一天你没有办法出息主的崇拜 神不会摇头 神不会认为你不爱他 神 是点头的 神是微笑的 认为说你这样做 是合我心意的 你真正的施行了 爱神 是侍奉神的真道 我再说 弟兄姊妹 你自己 动机 要纯正 你自己要非常坦白的 对神交代 你是真的 帮助人 爱人 或者 你拿这个做借口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原则 只有你 内心 做判断 好 第三个 耶稣 也用了一些事情 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就人在重体 死了以后 还存在的 就是说人的灵魂不灭 不是人死如灯灭 不是人死了 还有 而且 将来还要复活 耶稣把这个真理 怎么样讲呢 耶稣也是 用旧约圣经 耶稣很多 时候 他将旧约圣经里面 容易被人家忽略的 或者 错失了的 这个重要教训 提出来 就说 旧约里面 有一段圣经 里面含有宝贵的意思 但是我们有时候忽略了 没有去把它发掘出来 耶稣 就把他里面的 宝贵的意思提出来 那以下是这个例子 非常 宝贵的 马太福音 22章31节 论到死人 富货 神向你们所说的话 你们没有念过吗 他说 他说 神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这是旧约的话 那这句话呢 耶稣怎么样 加上 解释呢 神 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 活人的神 那 耶稣说到前面一段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那这句话呢 就是 耶稣对摩西 说的话 出埃及记 3章6节 他又说 我是你 父亲 这个父亲呢 注意我把他跨湖列祖 就是 希伯来人有时候把 他们的前辈 都称于父亲 所以父亲不是单单指 上命代罢了 列祖 都是他们用父亲来称呼的 你看 我是你父亲的神 是亚伯拉罕的神 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 因为摩西的爸爸不是 圣经里面 神当时讲的 不是指 摩西众体的 父亲 而是指 更丧人 好啦 请问 当你 读到刚才说的 我是亚伯拉罕 以撒 亚各的神 这句话 的时候 你的了解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了解 我个人来讲 我一般来讲 我是认为 我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我把重点放在 哦 神是 永存的 不像人一样会死的 神是永存的 而且呢 神说我是你祖宗的神嘛 他神 他神 几代的神嘛 所以我的重点就是 哎呀 神是很信世的 啊 还有呢 就 提醒到 哎呀 我们应该把这个信仰 在一个家庭里面 家族里面 传承 我真祖父是信主的 我的祖父也是信主的 我的父亲也是信主的 我也是信主的 我希望我的下代也信主 因为圣经说 我是 是神 是神 是神嘛 那我个人方面 以往一向来的 观点 或者说大部分的观点 都是差不多 就讲到 神很信世的 神是守约的 你无论几代 只要你信靠神 神都是一样的赐福你 我们是注重在这边 有没有错 没有错 没有错 都是对的 但是耶稣却指出里面所含的一个 我们后练了的真 什么意思呢 耶稣讲的 耶稣当时没有说言文不言文 但现在如果你去注意的话 你要注意明白 神说 我是 是用现在是 换句话说 当神说的时候说 我现在是 亚伯拉罕的神 我现在是 以撒的神 我现在是 亚伯拉罕的神 通不通 就有点怪了 我们人就说 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嘛 你可以如果神说 我曾经是 亚伯拉罕的神 我曾经是 以撒的神 我曾经是 亚伯拉罕的神 我现在 也是你的神 那那就通啊 对不对 那那些死了的人 为什么神还说 亚伯拉罕的神 我现在是呢 所以耶稣就从神的这句话里面 提醒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换句话说 这些人 在我们看起来 他已经过期了 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 他 其事还存在 因为耶稣 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换句话说 神 他说 我是 亚伯拉罕的神 如果亚伯拉罕是死了 没有了 那是死人嘛 就不通嘛 他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所以这样 这样理解的话 就表示说 当神对 摩西讲的时候 他 就是 我 现在 是 亚伯拉罕的神 亚伯拉罕 还存在 明白了我意思吗 请大家注意啊 耶稣说 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活人的神 所以当耶稣说 神对 摩西说 我是 亚伯拉罕的神 所以亚伯拉罕是活的 意思说 虽然他肉体 已经过去了 但是他有灵魂 他是活的 所以耶稣 从这些圣经里面 提出一个重要信息 就是说 人的肉体 死了以后 还是存在的 在神看来 他 还 活的 而且 当耶稣 再回来的时候 身体 还要 复活 明白吗 所以这是 非常要紧的 耶稣 说 不是死人的神 而是活人的神 这句话很重要 讲下去的话 应用在这段圣经里面 就得到个结论 好 介意 我们今天 是讲到 耶稣 耶稣对旧业的态度 耶稣 肯定旧业 新业和新 旧业的关系是什么呢 这是基督教里面 奥古斯丁 是一个很 出名的 人很尊重的一个解经家 神学家 他什么呢 他新业 或者说新的 事情 隐藏在旧业之中 旧的 或者旧业 在新业 中 展现出来 换句话说 旧业里面 是隐藏作新业 而新业呢 就揭开旧业里面的 宝贵的教训 我现在 简简单单提到一点 旧业里面 有 以色列人有一次他发现 赢得罪神 后来他们就被划死 后来死了很多人 他们就 悔改 悔改 祈求神 神就给他们的方法 叫摩西用同时立起来 叫反仰望同时的 救得救 这是救援的事情 其实呢 这件事情 当神叫摩西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神有他的含义 但是当时他没有讲出来 当时的人也不明白 当时的人只知道说 神告诉我们 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 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方法 我们就照他的方法 去做 就得救了 神说你看 他就看 看了就好了 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旧线的事 所以旧线同时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就业的同时 就是预表 他 定在十字架上 凡相信他的人 用信心仰化 去相信 接受神的救法 很简单 就是相信 接受 神的救法 就得救 所以其实就业里面 已经隐藏了新业的教导 而新业的事情呢 就把旧业的那个世界 展开出来 所以新旧业是 互相 我们说旧业隐藏新业 新业 借开旧业 所以两个 都是关系 相辅相成 相得一张 所以 不能够说 现在我们是新业时代了 所以我们不必不就业了 就业没有用了 不 就业很重要 就业是基础 就业里面 有很多事情 你了解了 你才能够欣赏 就业的 情况 那新业的事情 如果你了解就业的话 你就更加会 明白 他的宝贵的地方 所以两个新旧业 一定要读 要读 要参考 要对照 那这样的话 就很好 那么最后 耶稣非常重视旧业 而且他有智慧的 去发掘旧业里面的真理 那我们要学耶稣 千万不要忽略 千万不要轻视旧业 我们要宝贵 旧业 条规 律法 耶稣替我们成就了里面的含义 所以我们不再献祭 我们不再杀牛杀羊 守一些条规 但是里面的经意 我们还是要执行 好像圣经说的 你要尽心 尽心 尽力 爱主你的神 我们还是要守这个 尽心 尽心 敬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OK 好今天我们的信息 讲到这里 以下我们要守圣仓 我们 我要请那个赵传道 请多谢观看